血管有没有硬化 算一下动脉中央硬化指数 我的呢是1.9 你敢不敢晒一晒呢 中老年人最担心的就是动脉中央硬化 这是引起心脑血管病最直接的关键因素 有一个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出 你的血管是否硬化 这就是动脉中央硬化指数 我刚测算了一下自己的结果是1.9 你敢不敢晒一晒你的结果是多少呢 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把您的血脂化验单拿出来 用化验单上的总胆固醇 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得出的数值再除以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正常值是小于4 如果这个指标越低 说明动脉中央硬化就越轻 反之越高就说明会越严重 除了这个简单的判断指标之外 颈部血管是否有斑块 有无糖尿病高血压等 对于动脉中央硬化都有判断的意义 如果颈动脉血管已经有了斑块 说明全身的血管甚至冠状动脉 也可能会有斑块的形成 为了预防动脉中央硬化的发生 建议通过清淡饮食加强运动 必要时靠药物来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好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 明天见 感谢观看